沈梅啊 你们家这么的气派 怎么会选这幅画过来这儿 太突兀了吧 这画哪来的 应该是 某一年圣诞节 我先生送我的吧 就那样啰 大概 三四万吧 难怪了 作家的品位 不能用钱衡量的吧 真特别 非常特别 极钱主义啊 你们不要这样 人家是勤俭持家 我比较低调 通常说自己很低调的人 过得都非常贵重 对吧 沈梅 你是做房地产的 那这样子 应该对艺术有点涉略咯 既然你对艺术有涉略的话 我相信你们家的摆设装潢 眼光应该都很独特吧 好好奇哦 可以让我们现在去参观参观吗 现在 在 三美姐为什么不坐车啊 这样子我们好像在狗狗 那你把枪拿出来啊 我来帮她加油 三美姐加油 夏美姐这体力也太好了吧 做美国的农产好了吗 对耶 美军的人都要练城堡 好 欢迎贵宾 请用茶点 吃点心烟 这么喘啊 这沙发蛮简约的 哪里买的啊 这是我看牙医的椅子耶 这是我看牙医的椅子耶 我没理解 好 夏美啊 你们家这么的气派 怎么会选这幅画过来这儿 太突兀了吧 这画哪来的啊 应该是 某一年圣诞节 我先生送我的吧 就那样喽 大概 三四万吧 难怪了 作家的品味 不能用钱衡量的吧 真特别 so special 集钱主意啊 你们不要这样 人家是 勤俭持家 夏美啊 你家的东西 怎么送到我家呢 拿来还你 我的 小饭 师傅比去年拍卖的话 六百万 so cute 我老公收的茶壶也差不多这个价 USDollar 哦 美金啊 哇 我 我 你 我 你